原来是一只小鹿啊 好可怜啊 是什么最对的选择 过去的正让它过去吧 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玩话 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 只要记得你是你呀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高严重在心中信念思考一件 A few moments later 大家好 我是一不一就二次 刚刚跑步跑完了 现在满头大汗 天都已经快黑了 然后天上开始飘起小雨了 满天都是黑云 满天都是黑云 今天是阴天 现在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大汗淋漓 现在时间是8点34 现在已经入秋了 以后天黑就越来越快了 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晚上要到十点以后才能真正天黑 太阳落下非常晚 因为这边纬度比较高 入秋以后的时间就急转直下 晚上天黑的就特别特别快 然后刚刚掐的时间到六公里的时候停止了 跑了六公里 耗时三十四分钟 时速保持在十点五 这个就属于正常 正常的状态吧 感觉还不错 我一般以十公里的时速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跑不到十公里就证明状态不好 跑过的话就证明状态不错 现在把回走了 估计很快 今天晚上肯定会有雨的 好 再见了 坚持跑步打卡 我现在跑步往回走 这是一条国道 天已经快黑了 我看到路中间有一只动物被撞死了 原来是一只小鹿 好可怜 这只小鹿应该刚刚被撞死不久 还有血 看那个血还比较鲜艳 毛茸茸的 好可怜 被撞死掉了 旁边因为这边都是树林 这边也是 然后这个小鹿可能过马路的 哎呀 我应该把它拉到路边吧 感觉还热的 我把它拉到路边吧 已经死掉了 一只小鹿啊 这个是机动车道 因为正好在路中间 好可怜 你看机动车道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